健康治療库的通緝 根據健康治療库的統計 再來比亞島的結晶在20歲以上是青年人 算性率19-19% 有計有超過百萬人 不過只有五人之一的患者 會出現淫層的正常 相當大的比例的病患 都是由健康檢測和其他部位檢測 較以外發現 我們叫做無症狀的結晶患者 對於一般患者凡乎結晶的狀況 身體有什麼反應呢 為何台南醫醫病科審治癒醫師標示 一般來說的話會以腰痛為主 如果說結石在腎臟的部分的話會以腰痛 但是如果結石有掉到輸尿管 到膀胱裡面的話 可能就會慢慢的變成平尿 或者是血尿 或者是有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狀 比如說一直很想要上廁所 或是覺得上完之後還想要再繼續上 不過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腎臟腰痛 兩邊的腰痛為主 對 對於病患有結晶由做何治療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先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包括超音波甚至是電腦斷層 來看結石的大小跟位置 因為結石的大小跟位置對於它的治療 有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一公分以下的結石 甚至可能不需要做治療 它可能喝水就可以排出來了 但是像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如果是今天大於兩公分以上 這種比較複雜的結石 那我們可能就會需要比較侵入性的治療 當然現在的技術越來越進步 以前都可能需要挖大洞 可能要做一些比較侵入性的 整個腎臟要挖一個洞的這樣子 但是現在有一些新的內飾鏡 它比較用軟的方式 可以直接進到腎臟裡面去 所以以往可能要開大洞的這種 筋皮穿腎的這種取食的技術 可能會慢慢的改成 就是用內飾鏡的方式 讓病人不需要去做皮膚的挖洞 從自己的小邊的尿道 就可以一路上去去處理到腎臟的結石 不過原本上一開始 都是會先以影像學去判斷 這個病人的大小跟他的位置 來做後面的判斷這樣子 因為越小的結石其實就越簡單 但是越大的結石其實就會需要 比較複雜的一個技術來去做治療 對病人 這個治療 後完之後 需要注意到幾件事 第一步的話 一定會先看他的年紀 如果今天病人是比較年輕的話 可能想的是說 會不會有一些家族的遺傳 可能有一些家族病史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慢性疾病 比如說一些高尿酸 有些結石它是屬於 跟慢性疾病相關的 比如說尿酸的結石 但是如果今天是病人比較偏老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必須要注意一下 比如男性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 是不是有攝護腺肥大 因為攝護腺肥大 其實在病人尿不乾淨的同時 他也比較容易產生結石 所以我們一定會先處理完結石之後 下一步就是要預防 他後續再發生 那這一步就是要找到他的原因 那男性的話 大部分我們會檢查社務腺的問題 那女性的話 必須要檢查他有沒有一些 慢性疾病相關 去處理他的源頭 才可以預防下一次的這個再發生 總共有一句 有微創相驚聯合抽出 作為於吹嗅得中的 選行其中置的治療方式 與其他吹嗅抽出 差異點在較高效率 回合較快 國中有點 但抽出團隊需要 當時有兩組 有經驗的疑似在行 加上卵素塑尿管 靜氣細精密 因此有抽出費用 加上官耗宅 動載十幾萬 科官的耗宅身份 或是 選到出眾的抽出情 需要先各地的服務 獨處以外 要還有感染 所需要的技術 追蹤較高的 頂頂的快點 目前也沒有完全出台 一種水晶的方式 可以提供一種治療上的選頂 作為更多人 以上是大阪門新聞萬博多